馬英雄主席 馬前總統永度逾越談後 趕著到中山樓參加全代會 但馬不停蹄 一度疑似大瞌睡 來自全國各地海外 不只被點名驚刑 好尷尬 侯秀柱站在會場前迎接 馬英雄和黨代表 從頭悟到尾 就是梅漢 洪秀柱握手 千千萬大要承受 這個千千萬大 不理會侯秀柱事意入座 馬英雄忙著和黨內要腳 擲乾淨就連中場休息 不少人便麻煩搶拍照 洪秀柱不動於衷 反而被人潮淹沒 後馬英雄時代 國民黨各天王 借全代會展現黨內基層實力 支持者攻選黨主席的吳敦毅 拼拼和馬英雄搖耳朵 稍早還和新北市長朱立倫 有說有笑 中國國民黨一定要 天王們互動較緊英文農 黨內立委們上台前 吳敦毅站最外圍 地利之變先和重立委們握到手 還會加碼拍拍成學勝手臂 站一旁的朱立倫健壯 也是握手加拍拍 而且比吳敦毅提早20分到場 早和大家整場握一輪 再以後藍軍藥角首次舉辦全代會 不只互動被檢視 作為安排更受矚目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被安排在最左邊 和權力核心距離最遠 洪秀柱和吳伯雄連戰等黨內大佬一起坐 展現當家氣勢 為了還想再戰的吳敦毅 和朱立倫坐隔壁 但朱立倫10點30分先離開 和下午才到的馬英九錯開 雖然有些同事有事先行離開 大家的心都是緊緊的繫在一起 藍營失去政權 喊話拼團結 駐捷有主場優勢 馬烏豬各自鴨子滑水 全代會上 藍營天往天后 小事身受 解成這樣 感謝袁小組 台北報導